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知识点 总体来说大体的样子是 第一,把原类以及原类真正的做什么的一个ORM给大家讲解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简单说这是一大块 有可能你在实际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用不太到原类以及ORM 但是呢,现在呢往往面试的时候我原来说过一句 面试官怎么知道你以后对这个公司里边有没有利 所以说他面试的时候一定会问你来的 你来的都会了,将来你在工作的时候 那么简单的很自然,肯定也会解决 因此呢,现在原类和ORM呢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了 这就是一个方向 了解他们干什么用的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会提高你的能力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将来你的面试的时候呢会大家有帮助 否则人家会问你原类是什么 你立马嘎嘣就懵了,没学过 在这个地方要避免这种问题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咱们把这个原类和ORM实现完之后呢 咱们今天呢就大体上把我们今天的东西呢 所有的东西呢咱们快速回一下 这是咱们今天一个大体的安排 不见得一定跑得特别快 你适当的回去把这些东西再剪一剪 别丢了 反而你学的东西是比较饱满的 一定是个道理 首先呢说第一个东西 原类 首先呢说第一个东西原类 想要明白真正的原类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这个课间呢设计的是有相互顺序的 第一部分呢咱们先说什么是类 现在咱们在python提高这部分 咱们额外的提到过 类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咱会强化强化 封章几层端态 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属性等等 类是什么 类就是一个对象 还记得吧 类就是一个对象 那么咱们在原来的时候说过 我用class定一个类 咱们说它叫什么呢 类对象 咱们通过这个类创建出来的这个对象 咱们是不是称之为实力对象了吧 那么一个概念 你在你脑海里边记住了 python里边呢 所有的东西都是对象 一个数字 一个字无串 一个圆组 一个列表 一个字点 一个集合 一个横数 甚至是 一个类 甚至是以自己创建的对象 这都称之为对象 就是它按照对象的那套方式来管理 这就是python家特点 在linux里边一句话是 一切文件 一切设备皆文件 那在python里边 对就是这句话 万物皆对象 就什么都是对象 都是对象 那么类它肯定也是对象 大家是不是很有印象 咱们原来在技术班的时候 第一次学面向对象的时候 创建出来那个对象 咱们给大家打了个比方 是不是拿了一个月饼的 那个模子 木头本还记得吧 那个木头本 咱们简单一化 这是创建月饼的木头本 然后这中间是花纹 你可以将来把面团放在这里边 将来一拍出出来 就是实力对象了 那么这个木头本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对象 就是什么呢 类对象 好了 这时候我要告诉大家第一个概念 就是再强化一下 类它也是一个对象 类它也是一个对象 那么咱们怎么才能真正的去理解 类也是一个对象 这个地方看着 如果咱们通过这个地方 我通过class定义了个类 叫做object create 请问按理说 按理原来的理解 是不是咱们创建了一个模板了吧 通过这个模板写上括号 那么将来咱们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我怎么知道这个实力对象 它到底在哪 当咱们去打印它的时候 请问他们 是不是这个地方咱们就说了 是不是咱们就创建了实力对象 用一个变量 是不是指向咱们刚刚创建了实力对象了吧 那么还有一点实力对象 可以当做什么实摘 这个方式进行传递 可以当做一个等号的右边的指 给它复织 复给另外一个变量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新的东西 在python里边 有一个可以直接调用的函数 你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直接调用的函数也行 好了 ipad3 咱们打开 要咱们看着 咱们在python里边 咱们默认可以使用很多东西 大家有印象吗 比方说引复组 那么将来当我去运行的时候 它就等到我输一个值 输一个信息 我一回车 请问是不是这个值就获取了吧 再比如print 你这个地方打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那将来屏幕上立马出现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 像input 像print这些东西 咱都没有定义 为什么咱能不使用呢 因为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内建 或者是内嵌也行 内建也行 内建函数 或者是内嵌函数 这都可以 那么它里边包括了这些input以及print 因此你才可以使用 以外之一 你之所以能够直接用python里边的input和print的一个核心原因就在于 python解释器在运行起来之后呢 它默认加载了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里边呢 拥有咱们大家常用的像input呀print呀等等一些其他东西都在这个地方 因此你才可以用 再比如写上list 按理说是不是咱们创建一个列表 写上top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创建一个圆主了吧 同理单写上digta可以创建一个地点 同理单写一个set 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集合了吧 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用 就是因为你python解释器在运行起来之后 它默认会加载 好了 那么这个默认被加载的模块呢 咱们就称之为叫做内建模块 或者是内嵌都可以 内建 模块 或者说是内嵌 有很多人不一样的这个名字啊 简而言之呢 模块 它都体现出来是一个字 一个意思 听懂我意思了吗 默认加载的某个模块 就是内建的 或者内建的 它里边拥有咱们藏的东西 那你说这个东西 和你接下来要说的这个 类也是个对象 有什么关系呢 我定义了一个a 在这个地方100 请问他们 是否意味着 我可以接下来就可以直接用a了吧 你说对不对 我可以直接用a啊 我a再加上一个值 那200 那当然就知道了 是把a完了 只要那100拿出来 肯定加200了 我想要告诉你 什么呢 当你接下来再去用b的时候 用不了 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这个b 这个变量 你说对不对 那么当咱们运行起 一个python的程序来之后呢 默认你的模块 内建模块会被导入 那我怎么知道 到底有哪些东西 是默认可以直接用的呢 有一个函数呢 叫做globals globals咱们用过吧 用来声明啊 一个变量 它是全局变量 globals 它是呢 一个函数 咱们可以直接用 走 那globals呢 有个返回值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地方一个大括号 开始 一直到最下边的 这个大括号结尾 那你猜出来 它的类型是什么了吗 字典 那么也就是说同吧 globals这个东西呢 它能够给咱们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它是一个字典 类型的东西 那它这里边有什么就决定了 将来咱们可以直接用什么 你看一看 在这里边 咱们找找 在这里边 我刚刚输过一个a 是吧 在哪个地方 还能往下走 是吧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key value 它保存了这些东西 它在这个地方保存 然后我看看这里边应该还有一个a 你看 同学看这 看得见了吧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a 注意了 a是一个字典 是一个字典 然后一个冒号 你没发现是不是一个100啊 看清楚了 对吧 我再来一个 看这儿啊 我再来一个 d 大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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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了好几个 我目的是只有什么了 找的时候 很快的找到它 d a5a5a 然后接下来我写了个pass 我什么也不写 好了 走 对吧 请问当咱们在程序里边 我定义好一个 函数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 a6个a6个a 请问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掉了吗 你里面有没有代码令说 反正你可以直接掉 对不对 那么你再看一下 此时的globals 它会有什么结果 走 是不是这个东西 叫一个字典 叫a 然后它这个地方 一个冒号 你没发现 是个function一个东西 请问function是个什么东西呢 函数 对不对 那么我想要告诉你是 你之所以能够用的那些全局变量 它在哪存在呢 实际上 它会在一个特殊的空间里 和存在你所有的全局变量 你通过globals 能够把所有的全局变量给它取出来 当你定一个函数的时候 把函数名当作一个标签 你没发现 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读书 它是不是指向了这个东西 你能听得清楚了吗 那么同理我要问你了 我定义一个变量的a的时候 咱们刚刚那个a 它又给了位置 我刚刚定义一个变量a的时候 它位置又变了 又不知道变哪去了 应该是它跑到上面去 还得跑到下面去 但是它又跑到这来了 那大家可以看 我定义一个变量a顶100 a是一个东串 a指向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key 是不是一个value值 当我定一个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东西了吧 那么同学们 类也是个对象 咱们怎么理解呢 我那会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东西都是对象 那么g 我刚刚说的这个100 行为是不是也是个对象吧 那么变量名a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100 是不是这个对象 那当我接下来定一个类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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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为了好看 我家来走的时候快速 object 然后我在这 啥一部写 pass 好了 我在global 大家再看 我为什么定义b b b 好走 看这 是不是有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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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东西 然后它是不是指向了一个东西了吧 g让key 让key 然后它是一个字不创 value呢 就是你刚刚创业出来的东西 那么请问 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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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的是一个函数 那会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对象 这个东西是个对象 那么你刚刚创建出了 你刚刚创建一个类 叫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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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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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量名 是不是也指向了另外一个对象了吧 这就是所有的东西 一切的对象的一个体现 不管你定义函数一把 同学们记住一个原则 不管定义函数一把 类一把 或者是变量一把 自负串一把 什么都讲 实际上真的就是那回事 把你这个名字当作key 它对应的东西 当到value值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我原来说过一句 from a import信号 from b import信号 最后倒的谁 是不是最后 那个函数名 是不是就指向谁 为什么 请问字典里边 能不能出现两个相同的key字 能相同吗 不能相同吗 对啊 在一个字典里边 加入两个相同的b b b 是不允许的呀 那么对总统们 这就是为什么 当咱们从多个模块里边 去from什么 apod新发的时候 你后导入的 或者说你有多个相同的 函数名 或者多个变量里面 最后导入那个 才生效的原因就在于 实际上是不是 它只会有一个p 而重新修改了key对应的 Y6子了吧 因此就导致了呢 咱们不能够用相同的名字 咱们说一个道理 在这里边在中看得出来 变量名 函数名 类名 以及什么名 这里边能相同名字吧 不能 你只要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呢 不好意思就用不了了 绝对用不了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 想要告诉大家 大家一个点 类 就是当你写上class的那一场呢 它就创建了一个对象 那么谁去指向这个对象呢 类的名字 能听懂我什么意思了吗 我刚刚不是写了个classbbb吗 类的名字指向 它这就验证了 咱们之前一直在说的这个道理 Globals Globals这个东西 返回了这个字典 里边就拥有 你刚刚进行的这个 定义的东西 都在这 同学们记住一个原子 原来你为什么能够用全球变量 其实呢 就是要到这个字典里面去找 你为什么定义了函数 你可以直接掉 你为什么在函数里边定义了个变量 请问用不了 为什么 我在函数里边定义了个变量 A等于2 为什么我当我去用A的时候 我就用不了 为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有个原则 当你去掉一个函数的时候 当你去给一个 当你接下来是取一个变量的值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会把 Globals取到的这个字典 进行便利 把这个东西呢 当作K字 然后进去找 找到了A 就接下来把A对应的Value 这个抠出来 抠出来 接下来就打印 你听到我什么意思了吗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问题 刚刚就是我说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允许呢 虽然相同的名字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想要访问一个函数里边的时候 用不了 因为这里边没有啊 请问同学们哪里边有啊 函数里边有 对没错 如果你要是想要上法搞到函数里边去 实际上是那个A能扣出来的 实际上是那个A能扣出来的啊 好 那么这是我想要告诉大家一点啊 但是你在这里边找一找 你看见print了吗 找找找找找找找 往上看看 好像都很古怪啊 好像很古怪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没有了吧 大家是不是有印象 咱们在ipython里边 要比python要强大 强在那呢 这边点 我原来说过的命令 可以直接翻过去用 还有很多东西 我都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吧 那么ipython 他拿到python之后呢 就对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升级 比如说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有个叫out 这个里边又签了个字典 字典签字典用过吧 用过啊 让你看out 这是一个key 是不是他对应的value值啊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这个value值里边 是不是一对应的什么东西啊 他什么什么 他什么 他什么 请问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东西了吧 这是什么呢 你刚刚执行的时候 在python ipython这个中端里面执行的时候 你所有的输出 实际上他给你存储在 你这个out对应的字典里面去 你听了我意思了 所有的都困在这 你所有的输入 这啥玩意 都在这里边 你听了我意思了 你所有的输入都在这里边 你所有的输出都在这里边 这个表示多少行 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这表示多少行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你的输入 第一个你输出的什么 第二个输出的什么 第三个输出的什么 他没发现 是不是全部都在这了 而且还有一点 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干件什么事情呢 我原来超过N个命令 就是我练习过很多的字典 在ipython里面练了 但是后来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我需要保存 我就很尴尬了 怎么做的呢 请问他们怎么做 第一种方式 是不是你可以从这个字典里 从这个key对应的value里边 是不是给你干出来吧 这是一种方案 还有一种方案是什么呢 当你把ipython退出之后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对应的数据库 ipython有个数据库 就是用的circlelet数据库 知道吗 还有印象什么叫circlelet吗 咱们学的是Mycircle 对没错 那么circlelet你不应该不知道 circlelet是个什么东西呢 关系是个数据库 Mycircle它分服务器和客户端 但是circlelet它依然可以支持 circle语句的运行 比方说select insert update 它都支持 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不需要建立数据库的服务器 你用你的程序 直接打开这个东西 就像对于文件一样操作 当然不是用普通的open 通过特殊东西 对于这个文件进行操作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数据库 所以说同学们 这个时候你要回过出来 你去理解这个道理 原来circlelet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库 支持咱们原来所学过的 那些circle语句 它不需要先搭建服务器 它就直接可以用 这就是一个内嵌型的数据库 可以放在你的程序里边直接用 那么ipython 它里边就有这些东西 同学们 我刚刚说的这些 你当做了解 那么核心点是什么 我想要告诉你的核心点 看这个图 当我的程序引起来之后 有个内存 这个内存里边放的 你可以认为是 你可以用的所有的全体变量 这里边默认会有一些 这里边默认会有一些 如果你要是在这 定义了一个函数 按照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个名叫A 是不是它就对应了 是不是这个函数了吧 就是道理 如果你要是定义了个类 定义了个类 哪个是定义了 看这个 刚刚手写了 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它是什么呢 class 好了 看上 如果我定一个类 那意味着什么 类的这个名字 B 是不是指向了个对象 是不是这个对象里边 是不是就有咱们刚刚 自己写的这个类了 因为说 你只要定一个类 你这个原则 你只要定一个类 它就会在内存空间里边 额外创建这个类的空间 那么而且还会在让你这个里边 对它进行一个什么呢 一个指向 也就是说 你之所以能够用的那些全球变量 你只要保证在这个特殊空间里边 它有名 而且它能够指向一个东西 你就可以用这个名去取值 否则 你就用不了 听懂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既然你所有的数据是对象 那我需要空间 当然我也称之为对象了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类似上是一个对象 听就是我的意思了吗 它要在一个空间 它真的就要在一个空间 它就是一个对象而已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对象而已 好了 这个点就说完了 既然 既然咱们原来说过一点 如果A指向这个函数 请问 如果大A指向这个函数 请问 大C等于A 意味着什么 大C等于A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要是来个大C等于A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咱们简单一化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大C 是不是指向这个东西 那么同理 如果我要是有个变量叫D 简单说一下大D 那指向谁 如果等于B的话 是不是它就指向这个类 是不是这个对象了吧 那么因此也就是说 我将来创建B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写上这个 创建的是什么 是不是通过这个东西 创建了实力对象 我如果写上一个大D的话 请问这又是什么 是不是依然会创建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实力对象了吧 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你有个100 假如说这个东西是个100 A指向100 它需要空间 如果你的这个地方是个函数 A指向函数 如果你这个地方有个 有个class B这个类 那不就是B指向一个对象 指向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 无非是有种什么能力 请问类 有种什么特殊功能 无非是它可以拥有 创建其他这样空间的能力 你说对不对 这不就是类吗 好了 这个呢就是 类它是一个对象 这是我告诉你的一点 说完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刚刚给大家简单说过 iPython要比Python要强 而且它只是数据库的东西 这个也是特要的 你已经了解清了 就是说核心演示这个就强 那么我还要给大家说 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要知道 我输入了print 我确确实实是在刚刚的地方里见 那print为什么你能用 它不挂 为什么呢 我那会提到一个词语 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内嵌 还记得了吧 什么东西叫做内嵌呢 就是默认加载的那个模块 那在这里边有个模块 是被默认加载的 在这个地方有个模块 默认加载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叫做下滑线 我现在看下会像built-in built-in built-in就是内嵌 或者是内建的 就在里边建的 默认被加载了 请问 这是一个变两名 你说没错吧 那么既然 我要问了啊 既然你刚刚说了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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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字典 11111 是一个名 它只限个函数 那么请问 我接下来写上这个东西 写上它11116个a 请问 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的引用 如果我接下来 加上一对块号 是不是意味着掉那个函数 对吧 因为那个函数 如果写个part 所以没什么功能 那么是否也就说明 当我写这个built-in 的时候写在这 是否意味着 是不是取得相当于 是不是这个模块了吧 那么看一下 写上什么呢 写上built 不是 built-in 下和线 下和线 来 走 大家看 是不是取出了一个东西了吧 取出了一个模块 model 不就是模块吗 那么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呢 想要看一个类 里边有什么 或者想要看一个模块 里边有什么 很简单 原来我简单说过一句话 有个东西叫下和线 下和线 有个东西叫dict 大姐 是不是还有印象了吧 那么走 你可以看一下 往上翻 往上翻 别紧张 也别害怕 往上翻 我把built-in 当做key 取出它里边的东西来 那里边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呢 我dict 大家看 找找 找找 往上啊 有个叫keyboard interrupt 什么blocking ro error 然后promising error import 好像多多数数的 有点印象了 reference error 然后run time error uf error 这啥玩意儿 unicode decode error 什么东西 咱们原来accepted error 是不是可以写accepted 可以写什么fail 这个什么 fail not found error等等 是不是可以写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东西了 实际上 那些东西之所以你能够用 就因为 它在这个模块里边有 你再比如 咱们原来可以用print 大家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 那么 那么这个图咱们简单化一下的话 怎么化呢 你这个模块 你这个内存空间 里边有个东西 叫做built-in 就是不一样的版本里边 有的带s 有的不带s 就是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它 是不是指向了一坨的东西 懂吗 我就把刚刚这坨的东西 我给你把这题变小了 而且要拷费出来 大家看 你有没有发现 是这么一坨的东西吧 其实还好 你看 print 然后ord 你看咱们原来还用过 像open 然后像nest 是不是也用过 list 然后learn 然后int input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都在这了吗 那么我也想告诉你 你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当你在你的程序里边 直接写print的时候 按照你刚刚说的时候 我写print不是到这里边找吗 这里边没有print 为什么我还能用呢 因为 当我直接用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先到这里边找 这里边如果有 就先用了 如果这里边没有 它会怎么办呢 它会拿着它 当的key 找到这个东西 请问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是一个字典吧 我把这个字典里边 再按照你找的那个名去找 请问最终 我是不是就找到了print 我找到了print 请问我接下来几个块 能不能掉呀 不就能掉了吗 也就是说 它们是一个链 就相当于是一条链子一样 你有就先用你的 没有我在到你里边 你有我在到你里边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一层一层 一层往下找了吧 也就是说 当我用一个变量名 用一个函数名 用一个类名的时候 它的寻找的路径是 先到全局面里找 全局面了没有 我就到built in 内建木块里边找 找到了就掉 如果这里边依然没有 会怎么着呢 砰 就爆发了 不好意思 你找到这个东西 found 这个notfound 或者是找不到 就完了 听懂意思了吗 来我们来看照 能不能验证一下呢 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名字 它叫print了吗 它不是也是一个 指向的一个function了吗 是吗 那看照 怎么用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不是一个字典 好了 我把这个字典 我假如说 我用YY吞起来 请问YY 是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字典 就built in 这个东西了吧 那YY里边 如果我写上一个print那么请问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取print这个标签对应的那个print的函数了吧 想要掉 加上括号 是吧 你想要写这东西 是不是可以掉了吧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偶尔要告诉你的 两个点 第一个 类似对象 我怎么验证这个类似对象 怎么说明 你原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定一个函数 定一个变量 是一个标签 指向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个空间 你通过这个地方 又定了个类 咱们在这 明明看得见 有这个B 请问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这个哥们是不是也需要空间 也需要空间 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对象了吧 好了 第一个点 类是对象 第二个点 当我再去用一个变量名 用一个函数名 的时候 先到 这个字典里边去找 如果这个字典里边拥有 你这个变量 当做key的这个变量名 你要掉A 我看这里边有A 你要掉B 我看有没有B 如果这里边有就直接用 如果这里边没有 在前提下 再到built in 内建的这里边去找 找到了就掉 如果这里边依然找不到 砰 就出现 not found error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是两个点 一定要分得清楚 怎么去理解面对象 这个 是对中了的 把它理解了就可以了 怎么样 两分钟 咱们接下来理解一下 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字典 开始